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 来看一下天津方面的情况 今天凌晨40 30分 记者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天津市本土疫情发生之后 为了及时发现感染者 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控制疫情传播 近期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组织完成了市域内两轮全员核酸筛查 天津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全员核酸筛查中 共检出阳性感染者44例 其中32例来自集中隔离点 12例来自疫情风控和管控区 其余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 最近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专班印发通知 要求全力做好天津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工作 根据要求天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要科学精准实施通行管控 果断切断对外客运服务 暂停省计道路客运搬线服务和省计包车 含用于通勤的包车备案业务 暂停公交车出租汽车含网约车和顺风车等的跨城业务 并做好相关信息发布工作 此来还要求天津强化城市客运防疫管理 精准保障重点人员应急出行 保障应急物资运输畅通高效 规范设置疫情检查站点 做好进出京津 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通行保障等 此次天津本土疫情发生之后 天津市的金南区 河西区 西清区先后实施了管控措施 各区多挫并举 让居民的生活平稳有趣 天津市西清区的大寺镇远阳曼河城社区 被划分为疫情管控区域 居民只能进不能出 每天上午10点左右 蔬菜都准时被送往这里 您需要什么就跟我们说 我们这个随时我们就抓紧采购 好吧 好的好的 谢谢辛苦你们了 咱这儿擦还挺送足的 谢谢 好 当地为封供区群众开设 多个生活物资临时售卖点 并为管控区的各村居和社区 购买大量一线紧缺的防疫物资 组织了我们西清区辖区内的 四家大型的商超 企业开展我们线上的配送服务 那么同时我们也是精准划分 管控区内设置了66个 生活物资的临时售卖点 提供了蔬菜 熟食等十余种套餐服务 来供居民点单采购 除了西清区 之前已经采取管控措施的 金南区 河西区 也通过超市菜市场 发放疫情防控工作车辆通行证 点对点 精准按需配送 至卡点等方式 保障居民生活 1月11日 天津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查处了 谋取非法利益 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民生商品价格监管 针对价格违法行为保持高压严惩态势 坚决从严从重 从快查处 切实维护好市场价格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